好 回到现场 赶快来看一下明天最后一天操作策略 对 我想最后一天操作 大家最想知道就是到底 哪些股票可以报股过年 那当然我是觉得说 就是在一些华为的纪念还不明朗之前 华为相关比重比较高的股票 我是建议暂时观望 那有很多的股票 其实是在金珠年最后一两周的交易日的时候 才开始转强的股票 我觉得这边来讲 有可能就会是2020年这种新的一个主流股 那当然尤其是在光通讯的一个部分 光通讯的股票其实大概是在 金珠年最后两个礼拜左右 像是重打 重打的连续性的一个大涨 带动相关的一个族群 包括联军 联雅 或者是光环等等的一个涨势 那当然光通讯的族群来讲 我认为在2020年 甚至在2021年 它的一个成长动能是非常的强劲 那当然重打 它是这个 我觉得可以把它当作是光通讯的一个指标股 因为它算是在整个光通讯族群里面 它的营收获利表现最好的 那它的营收已经在去年年底 已经连续四个月创新高 那在2020年 其实还是相当有机会持续创高 因为它的100G的光收发模组 跟400G的光收发模组 是在去年的第四季才刚开始量产 所以当然今年2020年的话 这边来讲营收有机会持续往上走 那尤其是在400G的光收发模组 这个400G的光收发模组 它的一个进入门槛其实相当的高 现在全世界能够做的可能只有两家公司 那其中一家就是在这个Broadcom的部分 那Broadcom它重打是它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这个供应商 所以它从过去的一个合作关系是间接出货 现在已经更紧密的关系 所以变成直接出货 那又是唯一的供应商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在这边来讲 它是有点类似这种寡占的一个地位的一个 这种角色 所以我是认为说重打这边来讲 2020年的营收获利的一个成长幅度 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朗的 那当然短线它确实因为在投信的一个 大买的情况之下是有一点点喷出 但是我们如果从长线来看的话 其实它长线的机器并不高 那如果说我们回档不破这个前高 或者不破缺口的话 其实都还是可以持续的偏多操作 因为它确实在今年的一个 这个400G的一个光收发模组的部分 其实这个成长动能是相当可以期待的 那另外一档就是在2377的微星 微星跟技嘉其实他们的股价都一样 已经整理了大半年 在去年的下半年其实表现得非常的弱势 那今年它重拾了这个新的一个成长动能 因为NVIDIA还有AMD还有Intel 都会推出重量级的一个显卡 尤其像是Intel 它过去比较少再出显卡 今年也会推出显卡 那NVIDIA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比较没有重量级的显卡推出 所以连带的使得维星或者是技嘉 他们的一个显卡的一个成长动能 并不是这么的强 可是NVIDIA今年其实在6月的时候 会有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显卡会推出 所以市场也预期维星跟技嘉 在今年的暑假的档期 在这个显示卡的一个部分 其实销售的这个大家的期待度 其实是蛮高的 那另外今年也会有很多3A级的一个大作 那因为3A级的大作 它对于整个画面的要求会更细致更高 所以很多玩家就会去买这种比较高级的显卡 所以今年在显卡的这一块 维星自己公司的预估 大概会有成长15%左右 那另外在其他的产品部分 维星它现在也开始在布局一些新的产品 因为毕竟电竞NB或者是一般传统NB 它的成长幅度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平缓 那维星它现在的重点就是切入这个创作者笔电 当然创作者笔电占维星目前的整体营收 还不是说非常的高 但是今年的一个出货量 维星自己的公司的说法是说有机会倍增 所以这边来讲也是成长幅度比较大的一个产品 那电竞萤幕的部分在去年推出之后 市场的反应也非常好 就这个部分也会是大幅成长的一个新产品 那其他的像是电竞NB 电竞NB其实已经涨很多年 所以现在也是到了一种成长稍微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这边来讲大概今年就是5%左右的一个成长 那另外在手游的部分 其实维星也积极的切入这一块 所以它并购的这种安卓的手机 手游的模拟器BlueStack 所以未来在电竞手游的这块 应该有机会慢慢的一个开花结果 所以维星来讲 其实它股价虽然说最近表现还不错 但是我们拉长时间看 它其实距离年限的距离并不是很远 那它现在也是刚打出这种半年左右的一个 这种刚突破三角收敛的一个这个现行 所以以目前来看 外资投信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切入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边来讲也会是报股过年 相对来讲风险比较低的 那另外一档就是627的同性电 同性电它算是机器相对比较高 但是因为它的成长动能真的是还不错 尤其是它在去年年底并购的这个胜利之后 胜利同性电或者是像是其他的金像光 原像等等 他们都是跟这种CIS 就是CMOS感测元件有关 那因为手机现在升级规格到了三镜头 甚至四镜头 甚至五镜头的手机可能都会出来 所以对于这种感测元件的需求非常的强劲 所以包括Sony 包括这个Omic Vision 都有这个产能扩产的这种动作 所以对于后段封测的这种同性电跟胜利来讲 其实今年的一个试况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并购胜利之后 其实同性电它今年的营收 大概下半年就会开始认列这个胜利的部分 所以营收是有机会逐迹的一个往上走 那另外其他产品部分 包括这个高频光纤的RF的一个产品 甚至像是医疗超音波还有低轨道卫星 也是陆陆续续的开花结果 所以它也算是这种营收获利成长动能相当强劲 而且定当的能见度相当高的一档个股 那当然股价短线机器是比较高 但是其实法然的筹码还是持续在布局 所以只要说这个月均线没有去做跌破的话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持续的偏多操作 好 我看到我们今天来宾所准备的这个资料 好像都还蛮着重 第一个获利 第二个如果它长线中线的大底 多头架构没有被破坏的话 似乎还是对于股价有加持的 翰伟 对 所以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所谓封关前 你要布局这种报股过年的股票的话 最好还是在它题材面 是这个今年的趋势所在 或说股价的部分具备一些转机的题材 位阶又不高 我觉得当然这些股票是进可通退可手的标的 那当然当中我们首先看到这个 全职股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牛屁股 台达电的一个部分 那台达电当然它的题材我觉得相当的多 不管在5G的机地材 在伺服器的应用 在智慧型手机未来的一些所谓的一个 相关的元件的一个需求都有提升的一个现象 所以它基本面从去年5G发动以来 它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所谓5G题材的一个加持 那今年的状况来看的话 在这个伺服器它的一个带动里面 我们看到刚刚所提到的Google微软 其实都是伺服器业务在今年都有大幅的成长 所以数据中心对于这些所谓的不断电的一个 电源的一个需求提高它所谓的一个 电源的一个单价跟毛利率 都有一些提高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基本面对台达电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加分 那机地台部分的话 中国已经陆续在布建了 那欧美的部分 今年也开始会加速布建整个机地台 那电源也是整个台达电的一个强项之一 在刚刚所提到的台阶人把受惠所提到 今年5G的一个手机的一个所谓的出货的量能 有机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温 所以整个台达电我觉得也是当中主要受惠的一个厂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股价在这个 虽然说在12月份到1月份 它基本上就在高档就是横向的一个盘整 大概就沿着年线一下上去一下下来 但是整理上来看的话你都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股价每次碰到月线的一个关卡 就容易出现一个反弹 所以我觉得以它目前的架构上来看的话 它最少不是那种已经喷出喷很高的股票 让你抱过年会抱得有一点点的害怕 那均线目前看起来高档慢慢纠结 假设代表说农历封关完之后 假如它往上喷出的话 反而会有一些纠结再度发散的一个现象 但有利它股价在农历年后维持一个续涨 但最少就基本面条件来看的话 我比较看好它农历过年之后 应该是有机会维持一个补涨的一个态势 那第二档股票可以看到在这个历程的部分 在上个礼拜历程其实股价相当的强 主要原因在说去年的获利相当的一个漂亮 那它的一个题材还是来自于整个记忆体这个区块 不管是在Devon 不管是在Netflix 从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 大家慢慢再看好它的报价 有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温 加上说国际的大厂不管美光不管三星 其实对今年记忆体的事况 不管是减产的关系或说整个一个报价提升的关系 其实大家都看得比较乐观 所以当然对这个所谓的一个历程来看的话 它主要的一些记忆体的客户 Netflix的客户都在今年 我觉得都有这个所谓的加增订单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有助于它在未来 它在今年的一个营运 有持续扩张的一个可能性 搭配上说今年还有新增产能 所以我觉得营收是有机会 超越去年的一个成绩单 那你可以看到它目前它的月K线 是在高档呈现所谓的一个连二红 虽然说过高都留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影线 但你可以看到它突破了2017年波段的高点 那从长线来看的话 它反而完成了将近差不多 9年时间的一个大的一个底部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底部的一个突破 我觉得当然不会端然之章 两三个月就会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今年只要记忆体的事况 真的是往上看的话 对历程的一个业绩有直接加分的一个效果 那从日K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大家会有点担心说 这个上个礼拜三 报大量冲高之后 反而日K连二黑的一个拉回 但你可以看到它拉回的过程里面 最少没有把那个多方缺口 做一个有效的回补 而且量有缩下来 对量也有缩下来 所以有一点是说涨多回土的一个卖压 所以这张股票我觉得 只要明天的部分的话 不要把缺口回补掉 那手上有的人应该都还是可以 做一个持股虚报的动作 因为基本面对它的股价 我觉得会有一定支撑的一个效果 那在第三档股票可以看到 在车市的部分也是一样 跟记忆体有点像 去年一整年都是不好的 但是今年看起来 有一点点谷底翻身的一个现象 所以胡联的部分 我觉得当然就受惠到 整个转机的一个题材 那中国车市的部分的话 当然今年大家还是预期说 会呈现衰退的情况 但是衰退幅度不会比去年更差 所以它最坏的状况 有一点点过去的现象 就有点类似刚刚所提到的 像面板族群 像LED族群 其实今年我觉得不是那么乐观 但是不会比去年更差 股价就容易出现一个反弹的情况 所以营运面来看的话 整个胡联 我觉得今年应该是有足迹往上成长 加上说原本过去传统 第四季跟第一季都是所谓的一个车用零组件 传统的旺季的时间 所以基本面的条件我觉得是有机会 让它在农历春节完之后的话 也许还有业绩题材可以做一个期待 再加上说今年虽然说整个车市普遍看待 但它在大陆主要的厂商的一个渗透率 有提升的空间 所以今年我觉得成长的动能 反而比去年这么低的机器来看的话 会有比较明显让人家感觉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 股价但短线上来看真的是 波段涨幅是算是相对比较大一点 但这波段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往上拉高的过程里面 均线的呈现多方排列 代表整个中多架构 我觉得还是相当的一个完整 而且整理上来看的话 整个外资投信都持续在买超当中 所以这张股票只要这个外资或法人 不要做一个太大幅度的调节 应该整个中多架构都有机会延续到过年之后 还有续航的空间 好 明天到底能不能够报股过年 封关期间当中可能中美之间第一阶段的协议签了 第二阶段接下来的共识跟分歧 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同时 还有哪一项特别关注的焦点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再来了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